车的游行将在明天下午登场 主办单位号称是举办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估计会有破万人上街怒吼反毒猪反党国反双标 来抗议民进党紧缩言论自由 不过就在云林县却传出了有计划北上抗议的猪农 竟然被当地的派出所关切 不过警方声称是要提醒乡亲留意自身的安全 远景骑着警用机车来到云林县北港镇的这处猪社登门拜访 不仅如此洪信养住户表示还接到辖区远警的电话 自称是辖区远警打电话来关心猪农是不是会北上参加秋冬游行 甚至还追问会有多少人一同前往路线要怎么规划 当事人被问得莫名其妙第一时间反问对方 怎么会知道他要参加警方居然就回从党部得知 我只是一个小小人物可必去打这种电话呢 那你连那种一般的民众都要这样关心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的言论自由在哪里 虽然谈话过程远景没有阻止他参加 不过这样的态度有点像是在关切 让他心里觉得怪怪的 警方第一时间回应由于这回秋冬游行 主办单位宣称将是历年来规模最大 因此才会关心要北上的乡亲 甚至打给红信养住户 也只是要拜托年轻人多多关照同行年长辈 绝对没有过度关切 甚至愉悦本分的意思 期盼大家不要有过多联想 结果正义语林报道